因为僵尸家族破坏了约定 频繁来偷袭 植物界国王被彻底激怒了 决定派出西瓜家族 在两方交界处进行实战演练 那么八大僵尸 谁能打得过西瓜家族呢 是橄榄球蓝僵尸 还是搏击手僵尸 是木板巨尸 还是大棚车僵尸 又或者是暗黑骑尸 深海巨尸 橄榄球巨尸 还是超强的Z科技堡垒 当然还有个选择 那就是全军覆没 战斗开始 首先出战的是橄榄球蓝僵尸 再来是搏击手僵尸 在搏击手僵尸 战斗的时候 长按两秒点赞 有很大的几率出现流星雨哦 大棚车僵尸 大棚车僵尸开着他的大奔 小伙伴们觉得这一局会是谁胜利呢 接着是木板巨尸 接着是木板巨尸 看着很是厉害 没想到也轻松击败了 深海巨尸也来了 看他的样子也是蛮魁舞的 就是不知道战斗力如何 接下来对战的是橄榄球巨尸 他的实力非常强大 小伙伴们在屏幕上打出加油 为西瓜家族补进出威板 最后出战的是Z科技堡垒 你们觉得他会成功击败西瓜家族呢 还是说 僵尸们会全军覆没呢 评论区里告诉我 西瓜家族危险 小伙伴们 快用你们的方式 为西瓜家族务力 还好最后有了大家的帮助 西瓜家族 惊醒了战施的八大僵尸 给了僵尸们 一个狠狠的教训